我們今天要講一下那個 圓錐曲線的那些公式 然後我們不會 我們可能我們在這一部分 我們會講一下它的定義 還有它的函數的形式 因為你們在高中學 那個圓錐曲線應該會 很focus在那個 它的那個焦點在哪裡 它的長可能看到 橢圓的時候就要知道 它應該焦點在哪裡 長軸在哪邊 短軸在哪邊 那我們現在比較重 我們比較關心的是你看到 那樣子的方程式 你知不知道它是一個橢圓 或是它是一個雙曲線 因為我們微積分不會真的去畫那個 就是去畫那個橢圓 的機率很小 我們可能只是為了用那些 雙圓錐曲線的公式來判斷 在3D的時候 在立體的時候 它的圖形應該長什麼樣子 我們先講一下 然後等一下看幾個在 三圍上的例子 然後因為我們 一開始要講圓錐曲線 我們之前沒有講過圓 可是圓應該大家都很熟悉 所以我們稍微把圓的方程式 寫一下就好了 那圓的方程式 最基本的就是x平方加y平方等於半徑的平方嘛 這個公式應該很常看到 那再來它就會有那個 這個是它的圓點在00 那如果它圓點不在00的時候 假設它的圓點落在hk這個點 那我們就知道 它應該圓的方程式 應該會變成x-h的平方 加上y-k的平方 後面還是那個半徑的平方 那這個到這個就會有點像 你圓形平移的 往右平移的h個位置 那往上平移的k個位置 所以這個圓就會很像 它是做了平移的那個樣子 就從00 它的圓點從00移到了hk 那圓的方程式應該 大家都是比較熟悉的 因為你只要配成這樣 大部分的人都可以看出 它其實是一個圓形 可以吧 所以我們接著 我們就看一下拋物線 這是拋物線 那拋物線的定義就是說 如果它現在給了你一個點 假設現在在一個坐標上 給你一個點 假設它叫0P好了 那我們一開始先講 過圓點的拋物線 所以它給你一個點 一條線 它想要找的是 所有到這個點 跟到這一條線 距離一樣的那一些點的集合 現在給了一個點 我們這個點叫P好了 這個點叫L 這條線叫L 那我們是要蒐集那些 那些點 使得它 這個點叫Q的話 PQ的距離要剛好等於Q到L的距離 把那些全部收集起來 這是拋物線的定義 所以拋物線它就會長得像 這樣子 它每一個點 到P跟到L的距離 應該是要一樣 就是這兩段 要相等 那你就可以利用它的定義去推它的公式 假設這個點是XY好了 它是收集那些 所以你就會知道 X的平方 加上Y 減掉P的平方 開根號 應該要等於Q到L的 那最短的距離一定是垂直的這一條 所以它應該是 因為我們要過遠點 所以這一體應該是要對稱 才會剛好 這個點才會剛好跟這邊 還有這一條線 所以這一條線應該會落在X等於 Y等於-P 假設你那個焦點P已經選好了 所以應該會落 它會等於 Y 減掉-P的 因為它掛 因為算是距離 所以我們掛了它的 掛絕對值 那把它同時 平方一下就可以發現 X平方 加上Y-P的平方 應該要等於 Y加上P的平方 那應該會得到 X平方 等於 這Y平方會消掉 然後會剛好2PY會搬過來 所以應該會得到4倍的P乘於Y 所以這個公式就是 拋物線的公式 X平方等於4PY 但是這個時候是 它可能是 凹向上或是 凹向下都是這一種 那如果它是 凹口是在左邊或右邊 那這個就會變成 Y平方等於4倍的PX 就是它會因為它的 凹的地方不一樣 它的公式會不太 就是長相會不太一樣 可是它一定是 一個是 平方的 一個是一次方的 所以如果看到 長成這樣子的公式 就知道它應該是一個 跑五線 所以它可能會有 那個凹左邊跟凹右邊的那種 形式 那我們接著看一下 橢圓 橢圓在幾何上的定義它是 找兩個點 找兩個點 假設這一個點 跟這一個點 這個叫C1 這個叫C2 收集那些 所有點到C1 跟C2總和相同的那些點 就是 假設現在有一個 假設我們說P 跟Q 都要落在 橢圓上面 那表示 PC1加PC2 應該要等於 QC1加 QC2 就是它的總和的距離 是一樣的 那這是它的幾何定義 所以我們 它也可以 用剛剛類似這樣子的形式 去算出它的橢圓方程式 假設現在 這個是C0 那這個是-C0 那所有的點 到這兩點的總和應該一樣 所以 它應該是 所有的 應該寫 這個D是那個距離的簡寫 它從 P到 C1 加上 C2 它應該要等於某個固定的值 我們把它叫2A好了 它應該會是 那這個距離可以算 這個距離的公式 你應該可以照假設 現在P點就叫XY 你就去把那個XY的方程式 弄成距離公式 那解出來 這應該自己可以 我把它最原來的樣子寫一下好了 它應該是 X加C的平方 加上Y的平方 加上根號的 X-C的平方 加上Y的平方 應該要等於 兩倍的A 那這個2A其實是 那個長短軸的那一個問題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 我們比較 Focus的是 它的方程式的樣子 所以我們就不去 討論說它的長軸應該是多少 短軸應該是多少 整理出來的 我們整理出來的那個方程式應該 跟長短軸或是跟它的焦點有什麼關係 那我們 那個 這個式子我們就 只把它原來的形狀寫下來 那整理的過程 有興趣的可以回去整理一下 我們就把 橢圓的方程式 寫一下 所以橢圓的方程式應該是 A平方分之X平方加上 B平方分之Y平方等於1 這是它的橢圓的一般式 那通常如果你是橢圓 A應該要不等於B 因為如果A等於B的話 你就同乘於那個A平方 它其實就是一個圓嘛 所以這是一個橢圓的一般式 我們這邊介紹那個圓椎曲線我們會講完定義然後 它的幾何定義之後我們就會 把它的樣子給大家看 所以我們會 很快就把這些講完了 那只是讓你們複習一下還有 去看去就是 因為這些東西你們應該都是學過的 我們只是熟悉一下這些方程式應該長什麼樣子 我們會講完整的 그렇 好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的是 雙曲線 雙曲線的幾何定義是 雙曲線的幾何定義是 收集那些點P 使得P到兩個 這兩個固定點C1 C2 的固定點的差要是一樣的 就是他應該是 P到C1 減掉P到C2 應該會是一個 他的絕對值應該會是一個Constant 就是一個 一個常數 我們用C來表示 他的幾何定義應該是這樣 所以他的圖就會長得 他就會長成這樣子 如果我們C1 C2是在X軸上的話 那如果C1 C2在Y軸上 他的圖就會變成 上下開口的 那這個雙曲線他的 你用這個 你一樣可以用這個下去計算 那他的樣子會 剛好跟剛剛的 橢圓會差一個負號 如果他是左右開的時候 他是 A平方分之X平方 減B平方分之Y平方 那如果他是上下開的形式 他就會變成A平方分之Y平方 減掉B平方分之X平方 等於1 但是他就是兩個都是平方 而且一個是 就是他會差一個 一個正一個負 X的係數跟Y的係數 會剛好差一個正負號 那這樣子的 樣子 就是他是一個 雙曲線 那我們到這邊講的都是 他的 都是對那個 圓 圓點 去做 對稱 就是他的 都會對圓點做對稱 但是 所以我們這個XY都 都是後面沒有像剛剛那個圓 已經做平移了 那在所有的這種圓錐曲線 他都可以做平移 但是因為圓的平移 他是剛好 他的圓心剛好是跟XY有關係 因為如果 在圓心在0.0的時候 他剛好是一個X平方加Y平方 那如果圓心 跑掉的時候 那會顯示在你的那個圓方程式上面 就是圓形你看到方程式 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他的圓形應該要在哪邊 那在 圓錐曲線上面 可能就沒有這麼明顯 那如果像這樣子的 你就知道說他應該是要 對圓點去做 對稱 他一定會對圓點 但是會因為他的走向 不一定他是對X軸 或是對Y軸去做對稱 那 所以他就會有那個 他可是他會跟圓很像 他會有那種平移的 平移的方式 所以我們現在如果他做平移的時候 就是對這些圓錐曲線去做平移的時候 假設我們把X 本來我們都是有可能有X或X平方 那如果他換成 X減掉H的話 那表示那個圖整個 往右邊平移的H個位置 就有點像圓 本來是從0然後跑到H去的感覺 那如果他現在變成X加H的話 那如果他現在變成X加H的話 表示他應該是往左邊 平移的H個位置 這裡我們用的那個H是大於0 因為如果是他有負的話 那你他是負的話 你就會變成你減掉負的會變正的 反而是往左邊 平移說我們這邊的那個H都是 假設他是大於0的 那Y跟X一樣 如果Y被Y-K來取代的話 我們現在的K也是大於0 他被Y-K來取代的時候 表示他整個圖形應該是往上移的K的位置 那最後一種就是 那最後一種就是 他被Y加K來取代 那就是往下 因為他跟減的是剛好反向嘛 所以他應該是往下移的K的位置 那這些往左往右或是上下的這些方式 就會很像圓的 圓的那個公式一樣 X換成X-H的平方 X平方換成X-H平方 你就知道他的圓點應該往右邊平移的H個位置 看得出來嗎 那我們圓錐曲線 他就這集 就是上面講的這幾種 那 我們在微積分裡面會用到是因為 我們可能到你們下學期的一開始吧 會有一個畫三圍的那個圖 他是一個XYZ坐標的圖 但是他的形式可能會長得像這樣子 我們看看幾個例子 假設我們想要畫這個方程式的圖 那第一個是你可能要知道他應該長著什麼樣 三圍 二圍的時候我們可以給你一個 給你一個方程式你可以想辦法去瞄點嘛 因為在平面上瞄點比較容易 但是在三圍上你不可能一個一個點去瞄嘛 因為沒有辦法在空間瞄出你想要的那個圖 因為你不知道你到底應該瞄哪些點 所以像如果遇到這樣子的狀況 我們就會從他的切面來看 就是假設 現在是一個三圍的 你沒有辦法想像他的圖 那我們就把他看成一個 例 假設一開始我們例 LinX等於某個常數好了 那表示你在X等於K那個切面切下去的時候 你想要看YZ平面應該是什麼樣的形狀 如果這個變成常數的話 表示你是在YZ平面上面看 那個切面到底長什麼樣子 可以嗎 我們先看一下 假設X是變成常數的時候 表示這個方程式應該會變成 B平方分之Y平方 加上C平方分之Z平方 等於某個Constant 因為他那個整個變成常數 所以應該會變成某個 OK 我們把它寫成A1好了 那這時候你不要 這時候你就可以去做整理 你就可以看出 YZ平面他應該要是一個橢圓形 可以嗎 因為他是一個 Y平方加Z平方的樣子 所以 他應該是一個橢圓形 就是在X等於K 就是X4常數 由X去 在三圍裡面 你從X的那個角度去切的時候 他應該切出來會是一個平面 X等於K那個位置切出來 應該是一個YZ平面 那你就知道YZ那個平面 應該是長得像一個橢圓 那其實這個方程式 他從X從Y從Z 這三個來看你都發現 他其實從三個面來看都是一個橢圓 那你知道他三個面是橢圓的時候有什麼好處 其實這個圖你就可以知道說 他應該長得什麼樣子 你就要看一眼 卻下巴 給我 會 這樣 нак Officer 等你 好 这样看应该很难看得出来 如果我们从 它其实会是一个妥球 就是整个你现在从X的位置切的时候 YZ平面应该是 现在面对我们的这个平面 如果你把它看成立体的话 YZ这个平面 它就是每一个位置都会像是这样子一个椭圆 只是大小的问题而已 就是它会因为K的变大变小 可是它的 你从X下去切的时候 它会每一片切下来都是一个椭圆 可以吗 知道椭球是什么东西吗 就是很像圆的拉长 压扁拉长的样子 对对 有点像橄榄球那个样子 所以你从不管从哪一个平面去切 它都会你把它放到一个三维的那个空间去 你从某一个角度切 从X切 从Y切 或是你从G的就是平衡着切 应该每一个切下来 你看到的那个面应该都是一个椭圆 所以我们知道刚刚会去看那些圆椎曲线到底它的公式长什么样 是因为我们看到这样子的题目的时候你可以去猜 可以去了解一下它的图形应该长什么样子 因为如果你直接给你这样子一个方程式 你应该很难去看出它应该它长成什么样 所以我们就利用各个方向不同面的那个切面来看说 到底它的图应该长什么样 所以这个那个例子的它的图形其实它就是一个椭球 它从X的从YZ平面是一个椭圆 那ZX平面这个也会是一个椭圆 那XY平面也会是一个椭圆 所以它是全部都是由椭圆来形成 所以它就是会变成一个椭球 可以吗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好了 所以我们再看一个椭圆来形成 现在如果你从Z那个平面来切的时候 它应该会是一个椭圆 它应该会是一个椭圆 那如果你从X跟Y来切的时候 它应该会变成C平方Z平方会等于B平方Y平方 加上某个常数 它应该会变成C平方Z平方Y平方 反正就是它会变成X等于K的时候 它应该是C平方分之Z平方 等于某个常数加上B平方分之Y平方 那你搬一下应该会发现是C平方减Z平方减掉Y平方的那个样子 所以它应该是一个双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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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Y等于K的时候 它应该也是一个双曲线 那Y等于K的时候 因为一样的它跟X跟Y的那个角色差不多嘛 所以它应该是一个双曲线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画一下它的图应该长什么样子 它从Z的方向切的时候它应该是一个椭圆 但是如果从X来切的时候 它应该是一个双曲线 所以它的 然后从Y切的时候也是双曲线 所以表示从这个角度看它应该也是一个 就是它从Z的方向来看的时候 这边应该它每一圈你切开 应该都是一个椭圆的样子 那如果你从X去切的时候 那个平面应该会是一个 切下来应该会是一个上下凹的那个双曲线 可以吗 这个在我们直接在黑板上看 可能不是这么容易看清楚 如果你可以去做那个3D的那个图的话 就会比较明显 因为我们这样看可能只知道上下这个椭圆是比较清楚的 那可能Y切面这个双曲线应该也看得清楚 可是X切面那一个双曲线会看不出来 所以它是一个有点像那个很像碗的形状 只是它是两个碗做那个上下 只是然后它的开口是都是椭圆形的样子 可以想像吗 可以想像吗 就是很像你两个碗 一个正着一个反着把它叠在一起的样子 它就有点这种感觉 只是我们一般碗的开口是圆形 只是它这边就是变成它是一个椭圆形 那它这一类的问题有很多 它应该有六种的图案 然后把剩下的写一下你们回去试试看能不能画 那它的判断方式就是你去看 从Z跟从X跟从Y的切面切下去的时候 它应该长成什么样子 那其实你只要Z等于K的时候 就是表示你把Z这个位置看成一个常数 那Z看成一个常数就是你 假设放Z等于1的话 表示你是从这个位置去做那个切 那它切出来就会是一个平面 它切出来应该会是一个平面 因为它现在是三维 你把它切开的话 它应该看到会是一个二维的平面 所以我们就是在上面看说 它在它切开来的时候 那个二维平面应该长什么样子 那去组回它本来三维的时候的图形 所以我们在上面看它是一维平面的 一维平面的一维平面 它是一维平面的一维平面的一维平面 它们是5约3约3约3约4约4约4约认100 CI9约4约1悉5约1约4约4约4约5约4约4约7و1约4约8约4约6约4约4约7约3约7约4约4约6约15 exterior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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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应该总共的类型就差不多是我刚刚讲的两种 跟现在写下的这四种 那你的xyz它这只是一个它一般的type你的xyz换位置只是它的图会做类似旋转而已 你可能z跟x调换的时候只是你现在看的图形长样只是可能变成本来是从z的角度来看现在换成从x的角度来看 从不同的面向来看但是图其实就是这几种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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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你们可能要回去自己真的去画一下不然可能没有这么容易看出它伤尾应该长什么样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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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